小芋头做名菜 第一个是川菜的育儿鸡 所需的食材有 三黄鸡 芋头 青红椒 第一步 把三黄鸡剁成小块 去除鸡头 鸡脖 鸡尾等容易堆积毒素的部位 为了小朋友们的饮食健康 用于激素注射的赤尖部分最好也要去除 将芋头切成和鸡块大小相同的轨刀块备用 第二步 锅中倒入比平时炒菜相对多的油 油温五成略时下入芋头 把芋头的各个表面煎至金黄色 用漏勺取出 滤出多余的油分 锅中剩下的油用作接下来炒鸡食用 第三步 将鸡块放入锅中翻炒 加入料酒 因为此时炒制需要用大火 所以在加料酒时一定要注意火势 切好葱 姜 蒜备料 当锅中的鸡肉颜色变暗 不再是明显的红色时放入 然后加入一点生抽 继续大火爆炒 第四步 锅中加水 放入先前煎好的芋头 然后放入一点盐条味 盖上锅盖焖煮 大火烧开后转为小火 因为这道菜的主料是芋头 含有足够多的淀粉 所以就不需要额外勾芡了 15分钟后 锅中的汤汁变得浓稠 此时开大火力 连锅边撒入一圈料酒 滴入几滴香油 最后加入青红椒丝配色 稍作翻炒 这道为小朋友独家打造的改良版育儿机 就可以出国装盘了 你学会了吗